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美味家常菜是炒冬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 将切成片的冬瓜放在盘中 然后给它放到一边备用 接着我们起锅倒油 放入姜片、大蒜和葱花 给它炒出香味来 然后我们将刚刚切好的冬瓜片 直接给它加到锅里 然后简单给它翻炒一下 不夸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点 接着我们倒入半碗水 加入一勺盐 再来一勺白糖 倒入一点点的酱油 再加一点点的蚝油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好吃的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关注和爱心点一点 谢谢各位了 给它像这样子翻拌距离以后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大概需要焖煮十分钟的样子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冬瓜变成这样子紧细透的 就说明它已经熟了 我们用铲子给它切成更小块一点 这样子的话方便吃 最后我们给它撒上一大把的葱花 这样子一份简单又美味的 炒冬瓜就完成了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我们给它沉到盘子里 让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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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